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今次给大家介绍两只小哈士奇 这一胎就他们两只 就是一只小公犬 一只小牧犬 像不像龙凤胎 这一胎的小狗她的妈妈叫贝贝 是一个浅红色的牧犬 然后她的爸爸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 为什么要讲一下他们呢 咱们这次主要是说一说 关于狗狗的繁殖数量的问题 经常有人问我 哈士奇一胎大概生多少只 平均数 平均数是5到7只比较正常 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因为我们曾经遇到过 一胎就生了一只 有的一胎能生到8只到10 所以狗狗的繁殖数量 它是一个变化的值 只是一个大概的平均数 比如说这一胎吧 贝贝的肚子本来挺大的 结果生下来以后就两只 而且它们的体高非常大 当时我们就误以为 它肯定会怀到4到5只小狗 结果呢 就一对龙凤胎 不过呢作为诠释 当我们在繁育狗狗的时候 我们宁愿让它数量少一些 不愿意让它数量多 很多人可能会比较诧异 说数量多了以后不是好吗 不是这样 数量多了以后整体的质量可能就会往下降 因为母乳不够 这两只被迫营业的小家伙 因为今天特别热了 大家看到我渗了汗 这是在我们的小凉亭里面 照样非常热 今天中午的温度大概会达到38度 这个气温对狗来说真的太难受了 我们要做好防暑准备 给狗呢要保证充足的水分 还有通风 太阳不能直晒 这是三个硬性要求 今天咱们就讲一讲 关于幼犬从小到大 它一些变方过程 或者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呢说一个小问题 大家可以细看一下 它们的毛发当中有很多的皮屑 那这些东西到底是不是皮肤病呢 其实不是 它是正常的新陈再现 因为小狗的生长速度非常快 它们会分泌大量的脚趾层 你看没有 它都是一些脚趾层 当它们稍微再淡一点 洗过两次澡以后 这个就好多了 就没有了 所以这一点不用担心 那还有一个现象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它们两个 它的耳朵还没有立起来 而它的耳朵已经立起来了 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这些小幼犬在生长的过程中 它们的速度是不同的 所以在整个的情况当中 它们的变化 根本不是一致的 那咱们经常所见到的 阿拉斯加 它的耳朵立起来的 要晚一些 而哈什吉相对来说 还比较早一些 这个是什么原因 同一胎的小狗 如果其中一只 它非常弱 体质非常弱 那么它的耳朵立起来非常早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去解释 反正就是我们总结的经验是这样 我曾经问过一个年长的繁育者 他曾经这样说 一只狗它的耳朵立起来早晚 跟它身体当中 钙领比的吸收比例是有一定关系的 也就是你单纯的补钙 效果并不太大 那咱们经常所见到的 像德国牧羊犬呀 或者是藏鸥啊 这些大型犬 它生长速度非常快 如果你在大量的补充概率 就容易出现关节问题 比如说爬蹄 歪八字 或者是矿关节问题 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狗狗的生长光虫 我们一直在强调是食补 而不是其他营养的补充 那再举个例子 前两天有一个上海的客人 在我们这里买了一只小八哥 回去以后 它就补充了大量的钙类维生素 还有一些软骨膏啊什么的 那这些东西补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尿液当中出现了白色的絮状物 什么原因呢 咱们初步推测 就是因为补充的营养太多了 它的肾脏没办法完全代谢掉 那我的观点就是 给狗狗补充食物就可以 其他的营养品呢 尽量少加 因为咱们现在的物质条件都比较好 狗狗吃的狗粮也好 加点肉类也好 或者鸡蛋也好 这些营养对它来说已经足够 不需要再额外的去补充那些东西 那当我说到这个问题 我估计有很多商家又要骂我了 对吧 因为伤害到他们的利益了 不过呢 那我还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就是给大家提一些建议 用食物去补充 而不是要大量的补充营养 好吧 今天有人告诉我 为什么我的狗呢 一时长不胖 那我就问你的狗月份多大 咱们可以通过背两侧的肋骨 是否明显来判断 这只狗到底是胖还是瘦 如果摸上去隐隐约约的摸到肋骨 这刚好 如果一点都摸不到 就太胖了 但是它的肋骨可以肉眼可见的 非常明显 那这就是太瘦了 咱们需要加一点营养 那好了 关于幼犬的喂养方法 还有一些简单的注意事项 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今天就到这儿 拜拜